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道光皇帝继位之后 在朝堂之上最常听到 也最常喊到的一个词 就是鸦片 其实早在乾隆朝时期 西方商人为了谋取暴力 就开始大量地向亲王朝倾销鸦片 虽然从乾隆皇帝到嘉庆皇帝 都曾下旨禁止鸦片的输入和贩卖 但是鸦片走私却屡禁不止 到了道光皇帝继承大土 环顾大清帝国骇然发现 鸦片早就从沿海省份 蔓延至全国各地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 输入鸦片最多的一年 竟然高达数万项 道光皇帝深知 要将禁言成功 首先得有一个半世经炼 堪当大任的重臣不可 于是道光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一八三八年 道光皇帝任命林泽徐为钦差大臣 前往广东查尽鸦片 那么在诸多大臣中 为什么道光皇帝偏偏选中林泽徐 从公元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奉旨抵经 到公元一八三九年的一月八日 离经赴越主持禁言 林泽徐总共在京城 不过待了半个来月 但也就是在这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 道光皇帝竟然连续召见了他八次 那么一向坚决主张严禁鸦片的林泽徐 为什么在觐见道光皇帝时 却表示不愿意前往广州禁言呢 在这八次召见中 道光皇帝与林泽徐君臣二人 究竟都密谈了哪些事情呢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马俊杰教授 继续解读林泽徐独特的人生体验 与人格魅力 和您一起走进林泽徐 今天播出第六集 皇帝的八次召见 敬请关注 道光十八年的九月 也就是公历 1838年的十一月 湖广总督林泽徐 接到了来自于道光皇帝的一道上狱 上狱中说了什么呢 上狱当中 让林泽徐呢 立即卸掉 胡广总督的大任 赶到北京觐见 这个时候啊 林泽徐担任胡广总督 才一年半的时间 特别是现在 他公务非常的繁忙 他忙着干什么呢 忙着考验士兵的训练 他得管 断案 他得管 收脚鸦片 他还得管 所以公务非常繁忙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道光皇帝 为什么要下 这样一道上狱呢 林泽徐啊 自己判断 他说啊 皇帝 让我卸掉胡广总督的大任 到北京接受召见 一定与鸦片 有关系 也就是与禁烟有关系 为什么 这个时候啊 由于鸦片在全国的泛滥 全国范围的禁烟 已经开始了 林泽禁烟过程当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所以林泽去判断 皇帝可能是要交给我什么任务 但是具体能交给他什么任务呢 林泽徐判断不出来 所以呢 他就和新上任的胡广总督 进行了简单的交接 立刻启程进京了 1838年的12月26日这一天 林泽徐就到达了北京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 道光皇帝就召见了他 并且在此后连续七天当中 每天都召见他 那么这样呢 就一共召见他八次 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皇帝召见他八次 要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来看看林泽徐日记当中的记载 1838年的12月31日 这是皇帝啊 第五次召见林泽徐 在这次召见当中 皇帝就给林泽徐明确了这项任务 当天林泽徐就把这项任务就记录在他的日记当中 我们看看日记 林泽徐在日记当中写道 第四起召见 约三刻有余 旋奉御旨 颁给钦差大臣官房 迟疑前往广东 查办海口事件 该从水师 兼归节制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一天的召见呢 是皇帝的第四起召见 也就是说林泽徐是当天第四个被召见的人 召见的时候谈了大约45分钟 召见之后立刻就办下圣旨 什么呢 就交给林泽徐钦差大臣的官房 官房是什么 官房就是大义呢 并且把广东水师归他节制 意思很简单 交给的这项任务 就是让林泽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赴广东禁言 这就是皇帝交给的任务 那么道光皇帝 为什么要把这么一项重要的任务 交给林泽徐呢 实际上在当时还有两个人也可能会承担这项任务 这两个人是谁呢 一个是梁广总督邓廷真 一个是直立总督齐善 那么当时刚才我们说了 全国范围的禁言 已经展开了 各个省啊都在查禁鸦片 后来从查禁鸦片的数量上来看 洞庭真主政的广东省啊排在第一位 查禁的鸦片数量最多 那么有齐善主政的直里省排到第二 而林泽徐主政的湖北省呢排到第三位 也就是说从数量上来看 邓兴真齐善的成绩 脚淹的成绩超过林泽徐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皇帝为什么把主持禁淹的任务交给林泽徐呢 实际上鸦片泛滥之后啊 道光皇帝已经感到这个鸦片泛滥 是大量的白银外流了 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危险了 所以道光皇帝就下定了禁淹的决心 那么这个决心下定之后啊 有谁来主持禁淹呢 道光把这项任务交给林泽徐 他的具体的原因 我们在很长时间之内不知道 为什么呢 道光在他的作者当中从来没有提过 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今天分析原因是根据各方面的史料来分析的 那么通过分析啊 我感到当时道光把这件重要的任务交给林泽徐啊 有三个原因 我们就来看看这三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 邓廷真 禁淹有力 但无常法 就是说啊 邓廷真 他在禁淹方面啊 能够调动广东省的政治军事各种资源 对打击鸦片走私 确实是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啊 但是在道光皇帝看来 邓廷真呢 在禁淹方面 虽然有成绩 但是他没有长远的打算 他禁淹的决心 还不够坚定 特别是邓廷真呢 从今有一度 还主张赤劲 那么为什么邓廷真缴获的鸦片最多呢 这有客观的原因 是因为广东省啊 鸦片泛滥最严重 所以他缴获的数量排在第一 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道光皇帝感到 如果把禁淹的这个大任 交给邓廷真的话 他不放心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其善态度消极 向无禁淹信心 这个道光皇帝就感觉到 其善对待禁淹的问题 历来是非常消极的 他不主动 不积极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一点成绩 也是我道光皇帝不断的催促 不断的督促的结果 特别是 他缴获了那么多的鸦片烟 实际上啊 他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当时千金正道 在一次突击检查的时候 就查到了一艘鸦片船 这艘鸦片走私船呢 走私的鸦片数量之大 非常惊人 一共是13万辆多 一下子查住了 那么这个数量就相当于 广东查获的数量的一半 如果这艘船查不到呢 那你齐善的禁淹的成绩在哪里 所以道光认为啊 这有一定的偶然性 如果现在把禁淹的大权交给齐善 皇帝是更不放心了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林则徐禁淹坚决 并有丰富经验 再看林则徐 皇帝认为 林则徐这个人呢 公正联名 办事非常认真 在禁淹问题上 态度很坚决 这个没什么说的 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禁淹经验 也取得了很多的禁淹的成绩 特别是 他上任胡光总督的时候 他曾经给道光皇帝有个表态 说了两句话 道光还记忆犹新 林则徐说什么了 林则徐说 石河必先去骇马 正猛物在除磕虎 这个磕虎指的就是鸦片 磕虎指的是地方的恶势力 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了 社会要和谐 必须铲除鸦片 我的政令要有力 必须要铲除地方的恶势力 这些表态 对皇帝来说 那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 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他信赖林则徐 于是就把禁淹的大任 就交给了林则徐 道光时的清朝鸦片泛滥成灾 它不仅严重地毒害了大清百姓的身心健康 而且也威胁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所以道光皇帝自继位之日起 就发布了一系列查禁鸦片进口 及银两出口的预纸 可惜因为种种原因 收效甚为 而且当时的禁淹 不仅涉及民生警纪 还涉及军事外交 是件非常棋手的事情 所以当道光皇帝将这次禁淹的大任 交付给林则徐时 心中还是顾虑重重 那么林则徐连续八次 被道光皇帝召见 他们君臣二人都密谈了些什么呢 为什么这八次召见的具体谈话内容 在现在所能看到的官方文件之中 都没有任何记载呢 当然我们说 道光皇帝虽然把大任交给了林则徐 但是他面对着鸦片如此的泛滥 他也感觉到 这个时候禁淹 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 在道光心里 他有担心的 他不是说交给林则徐以后 就一切万事大吉了 他有担心 他担心什么呢 担心两点 第一点 他担心林则徐 不愿意去完成这个任务 推辞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担心林则徐 即使同意完成这个任务 能不能够 非常圆满的完成任务 他心里也没有底 于是他为了使自己打消这种顾虑 所以就连续八次召见了林则徐 跟他讨论金烟的问题 这在林则徐的日记当中 都有很多的记载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林则徐在日记当中 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1838年的12月27日 是皇帝第一次召见林则徐 那么这次召见林则徐 当天林则徐在日记当中 就记录下来具体的情况了 日记当中是这么写的 某客第一起召见 命上瞻殿 垂问之三客有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某客指的是一大早 早上五六点钟 说皇帝一大早就召见我 我是第一个被召见的人 在召见的过程当中 皇帝命令我跪上了瞻殿 不要小看跪上瞻殿 当时在皇帝面前要跪上瞻殿 这是很高的礼遇 从林则徐的日记来看 往后的每一次召见 林则徐都上了瞻殿 这说明皇帝对林则徐是高度的关心 那么这次召见 谈了大约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这是一则记载 我们再看看下面林则徐的日记 是怎么记载 1838年的12月29号这一天 是皇帝第三次召见林则徐 那么这次召见 林则徐也把他记录在日记当中 是这么说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 在这次召见当中啊 皇帝就问他 他说你能不能骑马呀 林则徐说可以骑呀 那么就恩准你 可以在紫禁城里边骑马 这也是一个很高的待遇 林则徐说 作为一个京城以外的官吏 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那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皇帝 为什么要问他能不能骑马呀 因为这个时候林则徐 已经54岁了 岁数比较大 皇帝考虑到他的岁数 问他能不能骑马 体现了皇帝的关心吧 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1838年的 12月30日这一天 皇帝有第四次召见林则徐 林则徐的日记当中 又记载了 是这么写的 蒙玉云 你不惯骑马 可坐椅子轿 皇帝一上来就说了 他说如果呀 你骑不惯马的话 你可以坐轿子 椅子轿就是一种 类似于椅子一样的轿子 在紫禁城里坐轿子 这也是很高的待遇 所以我们看 从上瞻殿 再到骑马 再到可以坐轿 每一次召见 皇帝都要关心林则徐 为什么这么样的关心 这实际上表现了 道光皇帝 对于林则徐去完成这项任务 他的一种期待 他很想让林则徐 去完成这个任务 他的一种迫切的一种心态 那么对于道光皇帝的 这些做法 和一些做出的决定 林则徐是什么态度呢 这个很关键的 那么要弄清楚林则徐当时的态度 我们应该去搞清楚 皇帝的这八次召见 到底跟林则徐谈了些什么 他的谈话内容 要搞清楚吧 但是要搞清楚谈话内容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人们并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都谈了些什么 为什么呢 皇帝从来没有提到过 跟林则徐的谈话内容 林则徐在他的日记当中 也从来没有记录过 他和皇帝的谈话内容 但是呢 后来林则徐 在他的奏折 还有他的书信当中啊 有一些灵灵星星的一些流露 我们今天要搞清楚 这八次谈话的内容 也是根据林则徐 所提供的这些灵灵星星的线索 我们把这些线索汇集起来 加以系统的梳理 我们发现呢 林则徐在皇帝召见的过程当中 他一共提出过五条意见 就是表达了五个意思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哪五条意思 这第一条 对皇帝的任命 表示推辞 也就是说林则徐啊 刚开始的时候啊 也是不想接受这个任务 当着皇帝的面 他推辞 道光十八年 林则徐曾上奏指出 历年禁烟失败 在于不能严禁 若由谢谢侍之 事实数十年后 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冲响之隐 这道言辞恳切 有郑重要害的尚书 无疑狠狠触动了道光皇帝 不久林则徐应召进京 受命为钦差大臣 前往广东进言 但是根据一些史料记载 在最初林则徐 觐见道光皇帝的时候 是再三推辞出任钦差大臣 那么一直坚决主张 严禁压聘的林则徐 在觐见道光皇帝时 为什么却表示 不愿意前往广州进言呢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马俊杰教授 继续解读林则徐 与独特的人生体验 与人格魅力 和您一起走进林则徐 第六集 皇帝的八次召见 林则徐啊 刚开始的时候啊 也是不想接受这个任务 有什么证据吗 我们看一则史料 1840年的12月 林则徐呢 在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当中 就谈到了当时 他推辞 皇帝这样一个任命 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事务冬 在京备命 原之死亦 乃倒汤祸 而故此不惑 值得贸然而来 早已知祸福荣辱于度外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 在道光18年的冬天啊 我到北京接受召见 接受任命 当时我是推辞的 但是皇帝不同意 我只能是贸然到广东来 但是呢 我爸祸福荣辱 早已知之度外了 那么我们今天分析 林则徐为什么会推辞这个任命呢 他有这么几点原因 第一点 尽管全国范围内禁言已经开始了 轰轰烈烈 但是呢 在朝廷上下 依然有一股势力 什么势力啊 就是反对禁言的势力还存在着 这让林则徐感到很担心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原因 尽管道光皇帝下定了禁言的决心 但是在禁言的过程当中 万一遇到困难 赤警派 这个观点又出来了 那么皇帝是不是会接受赤警派的观点 来使禁言半途而废呢 这也是林则徐的一个担心 第三个原因 道光皇帝虽然对林则徐非常信任 林则徐也知道这一点 但是在禁言的过程当中 皇帝会不会插手禁言呢 给禁言造成麻烦 造成干扰 林则徐的几率也没有底 最后一个原因 林则徐感到要禁言 势必要触动外国的一些在华利益 一旦触动利益 就会引起一些外交的事件 同时呢 禁止鸦片 还会减少当时清荣府的关税收入 这点是肯定了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 皇帝能不能接受 林则徐心里也没有底 所以在道光皇帝做出表态之前 林则徐的推辞 这是必然的 所以这是谈话的第一点内容 第二点内容 对皇帝插手禁言 表示担心 那么在谈话过程当中 道光皇帝跟林则徐就说了 他说你这次禁止鸦片 严谨鸦片 你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大家想一想 你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怎么来解决 林则徐顺着这个话题就说了 你要从源头上解决 必然会触动 这些西方列强在华的利益 就会引起这些鸦片贩子们的 这些强烈的反弹 甚至是武装干涉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国内一定会有人 以引起边境为借口 来破坏经验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皇帝您 是什么态度呢 你会不会干涉呢 道光皇帝听了这句话之后 当时就表示了四个字 叫做断补瑶志 意思就是说 你放心大胆的干 我不会去遥控指挥的 那么这样林则徐就消除了顾虑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打消 林则徐的顾虑 这个道光还说了 他说你不是不放心吗 我授予你为兵部尚书险 我再把广东水师的大权 再移交给你 这个总行了吧 林则徐的顾虑 林则徐放心了 这是第二条内容 第三点内容 向皇帝提出 关税将暂减 鸦片在中国的输入 在客观上 它确实给清政府的 关税 带来了很多的利益 关税收入确实增加了 一旦禁烟 关税自然而然的要降下来 关税的收入 这也是赤锦派 赤锦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那么一旦严禁鸦片 关税降下来之后 这些赤锦派们就会反弹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林则徐说 我得给皇帝您 说清楚这个问题 关税一定会暂减 但是同时呢 告诉皇帝 这个关税的下降 也是暂时的 等纪念过后 正常的贸易开展起来之后 关税还会增长上来 那么皇帝最终 对林则徐所表达的这个意思 表示了理解 这是第三点内容 第四点内容 就是请示皇帝 同意颁发习域 那么习域是什么呢 习域当时 就是送达各国的召会 关于颁发习域的问题 1839年的8月 林则徐在 在奏折当中 从今就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林则徐在奏折当中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上年 在京必见 面作禁止鸦片一事 逆颁发习域 小事外衣 荣四道岳 与都城邓廷真等着商 奏请训事 意思就是说去年 我进见皇帝的时候 曾经提出过 要给外国 颁发习域 颁发习域 那么当时林则徐颁发习域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 他就是想 从源头上 解决鸦片的问题 想告诉这些西方的国家 你们不要再 种植生产 和向中国输入鸦片了 是告诉外国这样一个建议 那么实际上林则徐 想的太简单了 这时的林则徐 对于西方的国家 他并不了解 大家想一想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怎么能够放弃鸦片贸易呢 但是他跟皇帝 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 皇帝就同意了 他说好 等你回到广州去 跟邓庭真商量商量 起草一个底稿 然后再报到我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段史料说明 林则徐当时提出过 给各国发这个 赵慧的这样一条建议 这是第四点 我们看第五点 建议加强海防建设 林则徐当时虽然没有想到 禁烟会引起英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呢 他已经预感到了 一旦禁烟一定会引起 这些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 所以他就建议 要加强海防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也有一段史料来记载 这段史料这么说的 道光十九年 加文中公奉旨办理 岳东遗物 必见时既肯臣 五海口要害 须得精兵严守 属一人不得窜入 辅出京 图次又连臣数者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禁建皇帝的时候 他就向皇帝提出 广东的五个海口 都是要害部位 必须派精兵来严守 防止这些外国的侵略者窜入 并且后来到广州的途中 林则徐又连续发了 上了好几个作者 都是谈论加强海防建设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一点 道光皇帝也同意了 所以我们看 道光皇帝八次召见林则徐 林则徐提了五条建议 除了第一条 林则徐要辞掉这个任务之外 皇帝不同意之外 其他的皇帝都同意了 都接受了 那么这就表明 道光皇帝对林则徐赴广东禁烟 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表现了他的迫切的一种心理 那么当然皇帝的态度 对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方面他坚定了林则徐到广东禁烟的信息 另一方面他也使得林则徐产生了对皇帝的一种信赖 那么至于后来皇帝又变了挂了 出尔反尔 战口不定 那实际上是另一个问题了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他有林青天的美誉 虎门硝烟鸦片战争 他是正义凛然的民族英雄 远扁新疆 他尽心尽力为民谋福祉 中西河壁 他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回望一段迪当人心的晚清史 解读尽忠宝国的林则徐 请继续收看 走进林则徐 公元1839年1月8日 林则徐奉旨离京赴岳主持禁烟 临行前 林则徐与在京的师友告别 曾坦言道 死生命也 成败天也 苟立社稷 敢不解古功 以为门墙主 很显然 林则徐虽然被道光皇帝 唯一众人 授予截至广东水师之权 以钦柴大神的身份 去广东查尽鸦片 但是他本人很清楚 面对国内国外 错综复杂的形式 和各种地义纠葛 禁言一事 并非一事 此去广州 必然困难重重 凶多吉少 那么林则徐在启程之前 还做了哪些特殊的准备工作呢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马俊杰教授 继续解读林则徐独特的人生体验 与人格魅力 和您一起走进林则徐 第六集 皇帝的八次召见 那么在皇帝召见林则徐 空闲的时间呢 林则徐还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林则徐就奔走于京城之内 一会儿内城 一会儿外城 他要干什么呢 他要拜访在京城的官吏 为什么要拜访他们 林则徐想了解一下 在京城的这些官吏们 他们对禁言的态度 那么通过了解 通过走访啊 林则徐的心里越来越沉重 为什么呢 他在走访的过程当中 第一 他发现朝廷的有些重臣啊 由于皇帝 在禁言问题上已经定调了 这些重臣 不发表意见 解默不语 一声不吭 林则徐实际上 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心里想的什么 那么这样以来 林则徐心里就对对不安 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遇到的 第二种情况 就是有一些官吏啊 他对于禁言 表面上不发表议论 也不反对 但是背地里啊 到处来回的 来回的 这个串通 或交流 表达了一种担心 什么担心 你一禁言 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 说不然会 会起战端 所以他们在背后啊 就到处的议论 那么这些议论 也给林则徐心里上 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第三种情况 就是林则徐 拜访了一些 坚决支持林则徐 禁言的惯例 那么这些惯例啊 你比如说 像龚自珍 他们都极力地支持林则徐 但是呢 他们也为林则徐 捏了一把汗 所以林则徐 通过拜访 了解 他感到啊 自己到广东去禁言 这是一件 非常艰巨的事情 非常艰巨的任务 到广东的禁言 非常的糟糕 糟糕到什么程度呢 林则徐用了三个词 来概括 他的禁言的禁言 我们看这三个词 乃倒汤火 入鱼砍淡 深蹈危机 看看这三个词 表明林则徐 已经意识到 这条禁言的道路 一定是一条 微土啊 但是这个时候 林则徐的内心 有一种信念 这种信念 就是他后来总结的 鼓励国家生死以 请祸福 必须之 林则徐正是怀着 这样一种信念 踏上了 禁言的道路 1839年的1月8号 这一天 林则徐正式的启用了 钦差大臣的官方 告别了京城的故人 从京城的正阳门 出了新一门 踏上了南下的历程 那么这一去 林则徐将有什么样的伟大壮举呢 我们下期再讲 谢谢大家